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长达数月的争端不仅关乎言论自由与假新闻的问题 更是马斯克与巴西司法系统之间的激烈对抗 莫拉埃斯指责X平台为极端主义团体提供了无法无天的环境 并对为遵守命令的用户和公司设定高额罚款 这一禁令的实施将对X在巴西的数千万用户造成直接影响 并引发了马斯克的强烈反击 他不仅关闭了在巴西的办公室 还在社交媒体上抨击德、莫拉埃斯 甚至暗示他可能面临法律后果 巴西的名人和政治家们已经开始在其他社交媒体上转移他们的活动 以应对这一潜在禁令 而马斯克的行动则赢得了一部分保守派的支持 让他在当地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这一事件不仅是科技巨头与各国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 也深刻反映了当今社会对于言论自由和信息管理的复杂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特别节目 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近期引起广泛关注的国际新闻事件 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下令禁止X平台在该国的运营 这一决定引发了其亿万富翁拥有者埃隆马斯克的强烈反应 这一事件不仅涉及到科技巨头与国家司法系统的对峙 还反映出言论自由 虚假信息和互联网监管等复杂问题 首先 让我们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来源 这篇报道由Yohu US发布 引用了彭博社和美联社的内容 详细描述了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拉埃斯 与埃隆马斯克之间的法律争端 以及这场争端所引发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事情的起因是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拉埃斯下令 立即在该国暂时封禁X平台 原因是其拥有者埃隆 马斯克没有按照法院要求在巴西指定一名法律代表 这一禁令使得马斯克与莫拉埃斯之间 长达数月的对峙达到了高潮 莫拉埃斯一直在领导打击 假新闻和仇恨言论的努力 他认为这些言论正在损害巴西的民主 他在裁决中指出 X平台为极端主义团体和数字民兵 提供了一个完全无政府的环境 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地方选举期间 根据裁决 巴西的电信监管机构 有24小时的时间来实施禁令 而苹果和谷歌则有5天的时间 将X从iOS和Android应用商店中移除 互联网服务 提供商也有5天的时间来屏蔽该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 任何使用VPN访问该平台的人 将面临每天5万雷亚尔 约8900美元的罚款 这一裁决 立即引起了巴西社会各界的反应 包括名人 网络红人和政治家 纷纷在其他社交媒体上 发布他们的账号 以应对可能的禁令 事件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 马斯克本月早些时候 关闭了X在巴西的办公室 抗议法院命令其删除 涉嫌散布虚假信息的账号 作为回应 法院通知该公司 莫拉埃斯给予他24小时的时间 来指定一名法律代表 否则其服务将被暂停 这一局势 使得X平台在巴西的未来 充满了不确定性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 从法律和司法角度 这一事件是国家司法系统 与跨国科技巨头之间的对峙 巴西最高法院法官莫拉埃斯的裁决 不仅反映了 他对假新闻和仇恨言论的零容忍态度 还展示了他作为司法系统代表 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 莫拉埃斯采取了强硬的措施 试图通过法律手段 约束跨国公司在本国的行为 确保其遵守当地法律 其次 从科技和商业角度来看 马斯克的反应和应对策略 同样值得关注 作为一个自称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 马斯克自2022年收购该公司以来 削减了大量内容 监管基础设施和人员 他试图通过社区笔记等用户 自我监管的方式来应对虚假信息 和仇恨言论的传播 然而 这一策略在面对国家司法系统的强硬态度时 显得有些无力 马斯克关闭了X在巴西的办公室 并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抨击莫拉埃斯 试图通过舆论压力来对抗司法命令 再者 从社会和政治角度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分歧 一方面 支持马斯克的人认为 他的言论自由立场 是对抗审查和专制的勇敢表现 另一方面 支持莫拉埃斯的人 则认为 他的行动是为了保护民主和社会秩序 防止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 对社会的破坏 巴西的政治环境复杂 极右翼和极左翼之间的对立 使得这一事件更加敏感和具有争议性 此外 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 巴西并不是第一个禁止X平台的国家 该平台在中国 伊朗和朝鲜等国早已被禁止 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该服务在俄罗斯也受到了限制 这反映出全球范围内 各国政府在应对社交媒体 对其选举和政治影响时 所采取的不同策略 巴西在2022年总统选举后 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 来追究社交媒体公司对内容的责任 这一事件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 从技术和合规角度来看 跨国公司如何在不同国家间平衡法律合规和商业利益 是一个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巴西要求外资公司在该国设有法律代表 以便在有法律案件时可以通知他们 这一要求并不复杂 但却在实际操作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冲突 马斯克所领导的X平台 在面对不同国家的法律监管时 如何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确保其业务的持续运营和合规性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 巴西最高法院与埃隆·马斯克之间的这场对峙 不仅是一起简单的法律纠纷 更是一个涉及言论自由 虚假信息 互联网监管和跨国公司法律合规等 多重复杂问题的典型案例 这一事件的最终走向 将对全球范围内的社交媒体平台 和国家司法系统之间的关系 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我们将带来更多 关于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和深入分析 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马斯克显然是在捍卫言论自由 这是民主社会的基石 巴西最高法院的行动 像极了中世纪的宗教审判 只差没把马斯克挂在火柱上烧了 这种过度干预 只会让人们更加不信任政府 哈 楚天书你真是天真 马斯克不过是披着言论自由的外衣 在保护他的商业利益 巴西最高法院只是要确保法律得到遵守 就像你不能在家里养一只老虎 因为它可能咬人一样 哦 谢琪琪 太可笑了 你知道吗 这些法院的命令比史上最严厉的惩罚还要荒谬 马斯克不是第一个被针对的人 说不定明天他们就会去封锁WhatsApp 因为有人在上面说了不合时宜的话 这只会让巴西变成一个数字独裁国家 楚天书 你的幻想真是丰富 法院早就封锁过WhatsApp 因为他们不合作提供犯罪调查所需的数据 你真以为马斯克是什么无辜的自由斗士 他只是个巨富 争斗的是他的钱包 而不是什么高尚的理念 谢琪琪 你这画像是从1984里拷贝出来的 政府监控 言论审查 然后还要告诉我们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马斯克也许有他的商业利益 但他的所作所为也在提醒我们 自由不是政府施舍的 而是我们应该坚守的权利 自由没错 但自由不等于混乱 你愿意让X变成假新闻和仇恨言论的垃圾场吗 巴西最高法院只是要保护公众免受这些信息的毒害 如果马斯克真有那么高尚 他应该遵守法律 而不是挑战法律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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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